好 另外在屏東縣的九如香也發生了車禍意外 那麼這是有駕駛酒後開車 結果就因為打瞌睡 車輛失控了 羊路衝撞路邊攤位以及招牌 車子當場是翻覆在路中央 幸好駕駛沒有受傷 他自行爬出車外 但是受害店家因為攤位毀損根本沒辦法做生意 直到這個駕駛是酒後肇事 更是當場痛罵 實在很不應該 自小客車衝撞翻滾180度 轉了好幾圈之後才停下來 駕駛隨即鑽出車外 繞著車身不停查看 附近民眾也被巨大的撞擊聲所驚動 造失車輛翻覆在九如香 九如路上 駕駛因為打瞌睡 車輛失控 沿路擦撞路邊水槽 還有檳榔灘和機車 駕駛沒有受傷 自行爬出車外 他自知逃不掉 主動前往附近 派出所報案 酒測值0.45毫克 酒駕造勢 民眾相當氣憤 招牌已經歪七扭八 攤子也被撞得七零八落 根本無法做生意 駕駛一時僥倖 酒駕上路 涉及公共危險罪 也害得這些店家平白無故 遭受損失 記者林安平 屏東報導